好 這裡面的話 其實外界在解讀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認為在上個禮拜的一個談判 其實進行得非常的順利 甚至在這個文章裡面的話 川普特別講說 非常的有成效 但是請注意 大家要注意一下後面的關鍵是 他說 中國正以關稅形式 向美國支付了數十億美元 各位觀眾 談了半天的話 川普講說 向美國支付了數十億美元 這一聽起來的話 你就覺得大事不妙 這個美國跟中國大陸的一個 貿易逆差是兩三千億 那談了半天的話 支付了數十億美元 言下之意 川普其實對於這樣子的談判 是不是覺得說 實在是有一點問題 這個是微不足道 幾十億跟中美貿易能力差 幾千億美金來講 這個比例太低 不過川普他在什麼地方 他在佛羅里達的海湖莊園 聽起美方的高層的代表來報告 他們回去的時候 馬上到那裡先見 對 向川普報告 所以我們特別關注了 因為傳出假如三月中旬川席會的話 地點在哪個地方 就是在海湖莊園 過去美國總統大概度假都是在大衛營 大衛營的話在馬里蘭州 距離華盛頓大概搭直升機的話 30分鐘就到了 但是後來歷任的美國總統的話 都很少去海湖莊園 我們會介紹 但是川普就任之後 他稱呼海湖莊園很好 是南部的白宮 冬季的白宮 我喜歡在陽光普照的佛羅里達 好 這個海湖莊園 扮演多關鍵的角色 我告訴你 海者比真正的白宮地位更重要 2017年4月6號 習近平不到24小時造訪了海湖莊園 然後你看在這個地方 川普習近平排排站 這裡拍了一個照片 重大的這個談判 你知道美牛要重返中國 一向卡關 對 後來川普自己跟美牛的 這些商人講 花多久的時間搞定 一句話 川普就跟習近平講 我們美牛該回去了 然後習近平竟然回答 你應該這樣做 搞定 就這樣子一句話而已 馬上把那個貿易給要回來了 對 還有旁邊一環卡 一環卡在中國商標有兩個 立刻批准 你也來 也通過 但是一面雙方在吃甜點 巧克力蛋糕的時候 川普嚇砸 轟炸西利亞 美國59枚的灰彈 對準西利亞 轟炸 這是在4月6號當天嗎 就同一天 他一面吃完 兩邊在吃甜點 那不是故意做給習近平看的嗎 習近平 中國支持西利亞政府 對不對 所以你看看海湖莊嚴 有人講 這不是南部的白宮 好像行動的白宮 在這個地方做成重大的決策 後來你看 2008年4月17號 日本首相安倍也在這個地方訪問 也是海湖莊嚴 而且商討了朝鮮的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海湖莊嚴什麼樣的背景 他是在佛羅里達 佔地8萬平方公尺 最主要是美國有一個通用食品的女計程人 叫波斯特 他跟他先生在1927年把海湖莊嚴蓋起來 蓋起來的時候 後來他過世以後 他說我要捐給聯邦政府 讓白宮讓總統都可以到這個地方來度假 但是後來一年要維護會100萬美金 而且路途遙遠 我不是說歷任白宮主人的話 都希望都比較喜歡去大位營 所以很少到這個地方來 後來就不行 那不行 而且加上他在這個飛機的航道之下 有那個很大的一個噪音 所以最後 美國政府就不要拜託 又還給了這個波斯特家族 他們的基金會去管理 那管理了以後 後來也受不了 乾脆賣掉 出價2000萬美金 其實這個海湖莊有會議廳 有這個宴會廳 然後126個房間 老實講出價 在當年出價2000萬美金 不是很貴 川普就看上了 川普他這個本業是房地產 他看上了 看上了以後他自己講說 我出2500萬 照道理應該買得到 沒有買到 所以川普那個是吹牛 應該他是希望用 白菜架 沒有買到 川普出一招 他在這個海湖莊嚴 跟沙灘的中間 花了300萬美金買了一塊地 他謊話 對外謊話 我要這邊蓋房子 把你海湖莊嚴的視野的 全部把它擋掉 那就沒價值 等於是非賣給川普不可了 對 所以1985年川普 居然只用700萬美金 買到了 他真的會做生意 會談判 但是在1990年代的時候 川普曾經事業低潮 差點破產 他這個海湖莊嚴是怎麼樣 他想把它切割成一個 小單位的別墅要賣 當地的政府說不行 你這樣破壞 人家這個有歷史的典故 然後再過來他又出一招 因為當時這些的俱樂部 包括海湖莊嚴 當地佛羅里達的俱樂部 他沒有對有色人種開放 只有白人開放進去 川普怎麼樣 沒關係 只要你獲得起價碼 你都可以來入會 因為這邊他有一個告呼求 你可以來加入 所以引進了大量的這些 有色的這些會員 對 他也來這一招 但是川普 我也不曉得 因為當時人家那個 波斯特這個家族 蓋這個海湖莊嚴的時候 裡面是忽利堂皇 義大利進口的大理石 16世紀的壁畫 川普的品位好像很奇怪 你看 壁畫全部拿掉 因為川普喜歡金碧輝煌 那個 我放上一個自己的照片 放上這個地方 這個是他的照片 而且還是年輕時候的照片 對 我放在這個地方 他其實還滿自戀 滿自戀 你看 所以他的品位跟人家不太一樣 但是你可以看到 現在還保留原來風貌 你看 在這邊 不管是舉行宴會什麼樣 這個都是禁閉輝煌 然後海灣莊園裡面 一個擬測的黃金的洗手槽 是差不多台幣76萬 所以可以說是這裡面 這個非常有這個價值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有人把他統計 川普就任到現在 有四分之一的時間在幹什麼 打高虎夫球 打高虎夫球 尤其在自己的高虎球 這個海湖莊園的高虎球 你可以看 2017年的收入 是2500萬美金 這個收入 還比海湖莊園的收入來得高 高虎球場收入更高 為什麼 他每次都在這邊做 所以他是一般的民眾 你只要有資格 然後你有求援證 或者你要申請求援證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進去海湖莊園 對 但是他現在當美國總統 他經過這個媒體的傳播 你看三不五十根 這些政要在那邊打球 把海湖莊園的高虎球場 的知名度拉高 入匯匯 十萬美金 你三百億萬的台幣 每年還要繳一萬多美金的 這個匯匯 這樣的話你可以加入 當然他這裡高虎球場 就賺很多了 所以川普基本上 他就是一個商人 那你每一次看他把這些 重要的一個國外的使節 或者是賓客 往海湖公園送的時候 其實他一方面在打這個知名度 另外一方面 他在這海湖莊園裡面 也談定了很多歷史上面 著名的一個談判 那麼這些歷史上著名的談判 也使得海湖莊園 變成了歷史上著名的一個景點 或者是知名的一個這個地點 那麼也可以提升 他自己本身的一個地位 但是只要被這個川普 邀請到海湖莊園 准美好事 但是呢 因為有一個地位 有一個地位 就算了 寂寞